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大家一掌声欢迎 谢谢 各位同心大家好 这是我的资料 我们在这里进入主题 我们台湾的法院预计 我在这里跟你们讲一讲 中国将管理下下开地方的权力 永久地浪于日本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 可是殖民地 可以说连殖民地都算不上 拓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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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地跟狗屁一样可以交割 你把拓殖地跟殖民地的动作 跟狗屁一样可以交割 再来 一百三千年了 为了防止战争掠夺别人的土地 用了这个万国公法来说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不可以割让 因为一八三零年之前领土只要借由战争占领以后 是可以直接就变成你的 一八三零年以后就没有了 万国公法 主权领土不可分割 国际战争法 占领不得遗争主权 流亡政府不可究地合法 意思跟你说 本来投地所有权是你的 结果人来讲这是我们家的 你的同意吗 大概就是这样 你把它投下去就好了 这不说很困难 我用你们的能够了解 跟你说什么叫做占领不得遗争主权 这样就好了 Chinese台北 中华台北 现在不是亚运在打 他都叫台湾人去替他做功课 真真是全英识台北 他知道吗 流亡政府在台北 这样 西藏现在不是叫土博 西藏流亡政府 西藏流亡政府达南沙拉 他现在叫做台北 土博达南沙拉 这英文 简称 这些是全民 Tibet 他知道 同样 套进去 跟台湾人去 印度的达南沙拉 流亡政府 战争法的规定 这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台湾论里面有什么 我就不要再说了 为什么日本天皇有土博达所有款 一旧四五年四月一合 不是有一个天皇的教书 天皇教书 那天 让台湾人有参政权和参战权 你跟天皇期间参省管理和尾部的对价关系 所以土地所有款是因为马关条约割浪 你知道吗 割浪的对象是皇帝和皇帝 所以土地所有权是谁的 皇帝的不是我们的 我们只有使用权 这要由零土占量款很简单 因为正义嘛 我刚才有跟你说零土款对不 不是所有款 意思就是这样 有问题吗 有问题要去手 因为我刚才有跟你说了 零土款 美国只有台湾的零土款 OK 来你看 我刚才说的 永久割浪 因为那个时候 台湾是殖民地 还没有在万国公法的架构下 完成所谓教育文化相关的那种 所以那个时候是殖民地 但是一旧三千年四月一合 洪明化了 民治宪法 最主要是这两点 这两点 你不是日本人 没什么人 没人有法党 政典和消财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关系 游殖民地变造 然后战争法 台湾人 占领不得一转主权 逃过两岸中国人的併吞 你用看的就好了 用理解 用理解 不懂事 新台湾人 多看一遍 用理解的 2B 你不能放弃台湾管辖权 没有指定收集国 其实管辖权就是主权权利 我这样说好了 什么叫主权权利 你 反对 但是你有一个小孩 你去用管辖的感觉 放弃主权权利 最简单 你去用管辖的感觉 但是法律上 你和你小孩的管理又准载 即使你去用管辖的感觉 里面 你女儿如果有什么事情 是不是要有一个 法律机构指定一个什么监护人 理解就是这个角色 这样知道意思吗 这样有筋 会了解吗 会 这样最筋 所有款没法刷 没法刷 像殖民地之前可以交割 已经藉由万国公法架构下以后 领土就不能够那个了 因为他有人民的感情归属 不是说土地到时候可以划刮就要刮 已经藉由万国公法的训练 就是架构之下完成建构以后 就没用了 那赛德克巴来那里你们知道吗 什么意思 来 这边 绿色的你看看 绿色这边的 就是那个时候清掉的殖民地 拓殖地 有六个所在 宜南 淡水 中华 加宜台南 与红山 这个六个是清掉在台湾的殖民地 他没有完成全部台湾主权的建构 你要怎样 好啦 就算说你要干 你是不是要完成你所有 整个台湾的掌控权 你才有权力说 我要把台湾干什么 他做拐头的 要怎样 所以到后来赛德克巴来 日本 有没有 赞尼 高沙族 这是一个立宿 不是要教你们恨日本 完成主权建构 再来黄明化运动 教育 这是万国公法架构下 你要把一个殖民地 要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应该要做一个流程 你不能从教育上来 这个天皇招书 1945年系维一合 一个变成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好来 45年4月1号 殖民地之前用了硬币 纸币是台湾银行发行的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然后变成日本中央银行发行 这样知道 这样最快 讲到给你们了解就好了 以前有听到行政长官说 是准备总部 有没有 有听过吗 军政府底下 要有一个军政管理民间事务 跟一个 民政管理民间事务 跟一个军政的 准备总部废掉了 跟这个废掉了 其实就是什么 那个时候 20回第1天 中共建国1987年7月15 不是解研 解研对不 就是废掉了 他想要就地合法 美国说不行 李政府不是说要动审有没有 他想要废掉 废掉美国军政府的这个架构 他想要就地合法 美国也说不行 结果变动审对不 大家是这样 现在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我们已经有人申请新闻 现在只有美国政策进来 美国已经进来了 只是现在 美国总统一个 一支锤 对对对 已经进来了 只是要与美国 就是与习近平跟妈研究 要手 这些有点 我不要说好了 因为这些说下去了 你们头部会抓 说有动审有没有 来 台湾如果是中华民国一部分 这中国战区 中国战区比南京 像中国战区的何印清 台湾如果真的中国一部分 你自己看 有什么 有什么 太平洋战区 你还要到航一次 台湾如果是你中国的 一个战区投降就好了 对吧 这样有快 这样就好了 为什么 如果台湾真的是你的 为什么会有两次投降 投降一次就好了 既然光复 哪有受降典礼 对吧 中国人过来骗 麦克拉车一般命令第一号 日本投降 你看 中华民国刚才说的 你现在 不要说我 因为我已经有新闻中了 你现在又拿新闻中的 那个国旗是 中华民国海军军旗 为什么要用海军军旗 他就不是国家 那个时候其实就不是国家 尚未流亡 为什么使用海洋军应急 来余国阀 我刚才说的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国旗 该是真真正正中华民国国旗 是那个时候台青帝国 要就袁世凯 转成由地制 转成共和制的国旗 但是去我们撞掉了 中华民国大概那个时候 罚筒已经回去了 知道吗 这个该是真真正正中华民国的国旗 有一个护宪战争 你有印象吗 蔡厄的护宪战争 中华民国法徒 那个时候已经回去了 好来 你现在里面 如果还有台独分子 心里还有的 为什么不可行 国旗战争法 占领不得已转主权 美国只有台湾的领土权力 美国不可能做违背法律的事情 但是它会模糊 台独也不可行 因为地位还没正常化 我们还没政兴 美国政协力 我们才可以启动正常化的开始 刚才说的 Petition Deny 有没有 美国政协力 司法案件就能继续 台湾的人 你要用独立建国 很简单 你要先让大日本帝国的议会通过 问题是旧金山和平条约 没办法的 所以最差 如果要通过分离条款 因为苏格兰那个公投 卡麦隆有没有 首相有同意 所以应该有法公投独立 大概是这样 在鼻子里面 军事占领日 应该有跟您说嘛 10月24号 结论 来来回回好几十次了 台湾人没有国家 没有真正在社会成人的政府 还有政治连接就是现在的选举 美国行政单位 要主动较做完个 就是17号到23号 这几天有没有 来开会有没有 英国的 第五点 台湾目前 有个是军事占领 这是美国最热烦的 的判决 这我刚才说了 这是那天哪 来现在说到你们亲友关系 澎湾南 虽然国民党的 但是你看看 这我为了为了 新竹洲 去年的广大新 顶头那个国旗 美国已经就定位了 要让我们告 要让我们告的流程 有对象了 美国愿意让我们告了 美国就那个位置了 有没有 可以继续司法案件的流程 现在就等习近平 跟马英九会面聊 美国总统一句话 司法案件就可以继续 然后美军 就可以正视正大光明的 出现在媒体面前 其实美军已经进来了 好 这我刚才说了 来另外跟你说一下 军阀局裁测 不是因为洪仲秋 有看的 我现在跟你说 你们有机会 休息的时候去查 危机白科 我是不知道 现在资料有台状吗 洪仲秋的生日 跟过新的日子 一天是七月四号 一天是九月八号 这两天 刚才一天是美国国庆 一天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约日 是不是巧合我不知道 你们自己去查资料 危机白科 你去打洪仲秋 这总统府的 总统府要跟你骗 但是我把他抓下来 你自己看 会指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组织条例 为什么都是组织条例 其实他们是流亡政府 就是所谓 比较专业的说法 是中国武装难民 因为国际上只承认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他自己又叫自己是中华 国际上 所以他们奉迈克阿瑟 只能用组织条例 不是政府 没有主权 又都用组织条例 你如果要看行政院删除什么条例 你就打行政院 控格删除什么的 他就破一堆 行政院所删除的 有的没有的一堆 中央银行组织条例 在所谓102年5月20号 当日已经废除了 澎海南也跟着转型了 丹兰 丹令 丹瓦 102年5月20号 中央银行的组织条例废除了 换成什么 促务章程 也要转型了 他们都可能要走 但是没跟台湾人说 来 跟你们政府关系 劳工特休基金 行政院 我没跟你骗 来 组织条例废止案 他现在没 变成说他废止了 他是不是运作这个基金 没有法源依据 是不是丢了 对吧 就好像说 你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唤一还是说 行政团员说 我执行没有 无法可管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无法可执行 意思 丢了 来 监理会重缺2.6兆劳动基金 表现什么 那个组织条例生效 他现在没怎么认同 情丢了 没怎么认同 你们真的不用怕 你知道吗 他要执行 但是他没有执行的法源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警察要执行 甚至要扑扑 他要有一个法律的授权 说他的使用枪支条例 类似这样 听不听不听不说 你看 秘书长有说无风接轨 你看中国人也说无风接轨 这都打中华民国死亡日 你自己看照出来的网页 都没有中华民国 财政部都没有中华民国 你自己又知道中华民国不存在 没办法骗台湾人 两岸中国人营造的骗局 营造不稳定的公法 因为那个时候李出台 不是 韩战 韩战的时候美国杜鲁门总统有说到一句话 台湾的问题要等太平洋地区稳定再来解决 所以他们骗了 他跟中国人配合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配合 三不五十共和台湾 符合美国总统杜鲁门说的永远不稳定 他们中国人两岸的中国人 就能永久操控台湾海峡跟台湾人民你们的生死 用这样来操作换取台面下的一些东西 我这用最简单的就是说一句话 这样可以离开 你里面的内容不用太了解 我给你说一个大港 这这几年有没有 什么毒奶粉三聚氢烂有没有 制造恐慌 要符合美国总统杜鲁门自己说的 中国人可以永久占领 操作台湾海峡的议题 殖民我们台湾人 三聚心安 两三年前的事情对不对 他就用这句话说 你们刚入门总统讲的啊 所以我要继续扎领了 美国说实在他的心来啊 欢喜我老实说 他不用亲自占领啊 他只要控制一个傀儡就好了 大家是这样 中国人嘛 全统 这个事情是真的要嫁 我不知道 但是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跟美国人来台湾演讲的时间差不多 我不要说这个事情到底真的要嫁 因为我没证据 来 中国人 那个时候有一个破坏 这我问得到的资料 有一个人有一个案件 去去 那个时候呢 中华民国还没有撤退的时候 他在1月25号又说 其罪犯主体 不以本国的名为宪 唯一台湾人民与台湾光复权 去取得日本国际 表示说 那天前 一早就知道我们是日本人了 因为我们的国籍强制去扩在1946年1月12号 表示什么 中国人都在骗台湾人 他知道这是政策 对不对 你这样时间推算 这是变成1946年 1月1946年对不对 表示他在骗台湾人 这样知道吗 来 韩战 你先记时间 韩战是195空 到1953 6月25到7月21 你先记 因为这跟我帅来要讲的 有关系 好了 好 我大概讲 再来823炮战 再记一下 1958 8月23到10月5号 这样你们才知道 美国人和中国人在算什么 差不多了吗 好 OK 再来 再来越战 一九五五五年 你把年份下来就好了 好 好了 我现在要后一天 我现在要后一天 好 来 这三段时间战争的时间 你看 有一间银行 叫做开发金控 有没有 开发金控 有没有 台湾有一间 他的前身叫做中华开发工业银行 简称什么开发工业 什么有没有 一九五九年 5月十四 安定委员会世界银行 最主要一项 我刚才一开始 我有跟你说 要把旧金山第三条信托统治 有没有 有看到没有 这就是美国委托 中国人在治理台湾的证据 一九五九年 那段时间 刚好就是美国 你怎么说 这表情是什么 美国要利用中华开发是什么 当他的经济母 合理推论 美国利用相关照 跟台湾关系法 让台湾第一 变成美国西太平洋 不成的航空母舰 这麦克阿瑟说的 串起西太平洋 珍珠链的枢纽 第三扩大TPP TPP知道吗 泛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 他要利用台湾做政治操作 这扩大它的经济影响力 这些都是美国的 降低中国的后发源 东南亚国协 ACEP经济的影响力 因为韩战一九五孔 岳战一九五孔 195883 这一段连续性的时间 我会合理推论 中华开发的资金 是美国向政府解救 看守西太平洋的经济母 为什么我会说 中华开发的资金 是美国给蒋介石的经济母 来 因为什么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的大国都是美国 以前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叫做复兴银行 美国用这个 然后核档 穿上去还是 我尽快把你放手 美国说你把我没武器 台湾关系法 拿我们台湾的资金 知道吗 联络资金 军会 commission 什么拉法业 什么有的不的 这你们自己去想 信托统治 究竟在和平条约 上上个月7月29 尽管会核准 开发工营并这个 表示什么 开发工营奉美国的 究竟在和平条约 第三条信托统治 完成究竟三条约 第三条信托统治 把工业银行的执照搅回去了 变成商业银行 因为工业银行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行业 来哦 你看开发金并万泰银 刚才换股基准日 上上礼拜对不对 来我跟你说 来演讲的那个美国前司法部官员 scut block 他交给14号来 这交割股票9月15号星期一 你把董做什么你知道吗 部队移房在交接的时间点 你有作品吗 你有移房吗 有吧 就有点类似 部队要移房跟街长的一个交接清测 时间点 不过没法度那好 这我看出来 我是不知道把人看出来的 再来 两岸三地中国的一中架构的司法管辖权 开始同步了 你自己注意看 管辖权的移转 这是因为ECFA的关系 柯震东 这我为危机抓下去 你现在去抓柯震东的资料 应该没去了 因为我是 他发生吃特殊的第二天第三天 我就去抓了 你自己看他 叫什么名字 你自己看 主族 你们听我说就好了 你们看 两岸中国人的宪法国籍是属人主义的 所以他们阿公如果是中国人 他的爸爸就是中国人 他的金子就是中国人 但是现在我去查 他已经变到台北出生了 不说国籍了 中国人 张贤耀儿没有那国安事件 中国人 国安事件其实他在凸显下两岸中国人的国籍是属人主义 也就是说 以你的公法台湾的外省人就是中国人 归习近平官 其实在给你们台湾人暗示 我们跟他们没关系 选举不可以去采计 你用选举去选他表示你承认这个体制 表示你是中国人吗 两岸三岸中国人你看 你看李智英 中港台是不是 标准什么 马上就要让中华民国的体制 跟中国一样 这民政府官方网站 英文版的一种 一种原则的那 我现在跟你说 你们直接去网络上看就好了 官方网站有 2007年7月9号 美国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有没有 议会在开会的时候有五点 针对台湾跟中国的问题 第一点 关于甲骨店 12345 关于台湾的主权 李国官方没有明确的描述 在美国三个公报 1972、1979到1982 有没有 李国 认知哦 不是承认 这个有没有 这个recognize 才是承认 认知的意思给你什么 你说的话我有听的 但是我没有给你答案 有点类似说 我知道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有点类似说 你说什么我有听的 但是你说的内容 我有跟你承认吗 我有执行你讲话的内容吗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说法 美国认知海峡两岸只有一个中国 表示说 你中国人说的 我有听的 你们说的话我有听的 但是我有没有要真的贯彻 你中国人所说的 美国人没有把话说实 来 第三条 美国重动里面有 主要是认知有没有 主要是承认 没有承认 PRC 主权基于台湾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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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ovety over Taiwan Sovety主权基于台湾 没有承认 这是他们的结论 第四条 美国 同样 recognize 没有承认 台湾 这个主权国家 Sovety country 来 第五条 美国最后一条 台湾地位未定 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在北京嘛 对吧 北京 意思是什么 它的健康 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这个不存在 这一面国旗不存在 哪个意思不 这就是美国一中政策的内涵 台湾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 it is an independent entity 不属于中国 也不是独立的实体 为什么 我刚才有说 日本天皇跟我们的关系 所有权 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地 台湾 is an occupied 占领 territory 领地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嘛 美国的占领地 领土权 这意思是 台湾是美国的一部分吗 不是 你要看这个 台湾的法理地位 在美国独特的法律架构内 作为军事占领的信托地 这个英文 Trustorship信托 或者是托管制度 跟我刚才说的中华投资信托 有没有 联想得起来 我们阿部的国际人格不大 所以他用信托的方式 让我们走入国际社会 这样你知道的意思吗 就好像说 有一个小孩 他家庭有很多资产的 但是他没等大人 国际法人 比如说20岁还是18岁 信托 Trustorship 托管 台湾未成人 那个时候 我这样说了解吗 有 还可以吧 自从香港那出台事有没有 赞领中华的出台事有没有 台湾两岸的网球 大概那几天拆华 态度得好 态度得好 张志勋 你看福茂对中国人绝对有利 对吧 你应该都有那种 阶段我听过 福茂是不是对中国人有利 好 那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跟在ECFA 两岸中国的ECFA 还原后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是不是变成 适用于中国身份证 是不是等于 因为合并了 对不对 合并了以后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变成什么你知道吗 在台湾的工作签证 这个逻辑你们可以理解吗 就像王建民去美国打美国职棒 用的是工作签证同样 这样可以理解 但是拥有领土权的美国会不会同意 那是一回事 其实他们中国人要服帽过关是在保护 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 中国人 有申请身份证的举手 还没申请的 好 还没申请的 赶快申请 因为服帽是要保护你们这种 还没申请的人 在台湾的工作签证 你看看 他记得没有 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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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的 稍等你 我稍等 你看 九月十九号你有看新闻吗 艾森豪和平奖不是有颁发麻烟丘 有吗 有吗 你自己想 军队艾森豪 艾森豪是二次大战的盟军统帅 对吧 对吧 他颁发和平奖有麻烟丘 解除中国武装难民的武装 法律上一种公反 解除武装意味着终止 蒋介石一般命令第一号 受详的 解除他的命令 表示他们中国人要回去 因为是军事命令 没有所谓的那个 所以马英九现在的敌人 是他们在台湾的中国人 我们不是他的敌人 最起码我们跟马英九现在不是敌人 你知道吗 他现在的任务是要跟金埔桑 都要跟中国人赢走 所以现在中国人在拼 你现在看不 台北选旗就是他的角力的所在 那是什么 柯文哲不是叶克摩的高手 叶克摩是不是一个维生系统 叶克摩 他现在在中国美国体制 他是不是要维持中华民国的生命 所以柯文哲是他们中国人的叶克摩 这样理解不 没那么多好的事情 怎么这么多好的叶克摩 这些台湾人在玩真的很要求 来 我刚才说的中华开发信托 有没有 一九五九年的有没有 那就是美国维持的 因为一进来以后军事政府对应的金融机构 就是中华开发信托 就是台湾中国军政府 你把理解成 你把理解成那个什么 行政长官公司另外一个 准备总部 你把理解成准备总部就好了 中华开发工业银行 到台湾中国民政府 台湾金库这是我的研究 我研究很久了 台湾金库 其实就是台湾民政府 金融版的台湾民政府 台湾金库 这间存管局的文行有没有 它是金融版的 我的研究是 它是金融版的台湾民政府 然后 我为什么会指定 台湾公营是非信托制 因为这间文行的当事 有没有 他在中国接受访问的时候 一直在说 它是非信托制的股票 它是非信托制的股票 为信托 小孩和非信托是什么 为小孩的当大人 对吧 所以 我们为民政府要取代台湾美国军政府 要转型成台湾政府 这是三 到时候会有三家对应的金融机构 我会跟你说 为什么现在金融要出去了 因为它解脱信托 信托的 未成年也舒服了 重大人出去了 要打亚洲杯 要打国际杯 有没有 出去了 表示什么 表情什么 中华民国 受美国一般命令令要 在台湾的任务要结束了 所以要放这些金融机构出去了 它没办法再灌了 你这样理解就好了 台湾中国民政府 我有什么说中国民政府 开发工营那个时候 资金是世界营养 给那个时候 中华开发性多 第一任董事长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余国华 我刚才跟你说的 一九五三二是不是月战 月战结束 七月二十七号 你们有什么 月战是不是七月二十七号 别说别说结束 停战 7月二十七号 1950年六月二十五到 1953七月二十七月战 韩战 对不对 韩战 不好意思 你自己看 这我抓下来 因为危机百科资料 已经被损掉了 你看看 台湾工业 这是新浪的 电脑中国 新浪的资料流下来 你看 台湾工业银行有看到没有 你看他成立的时间 一九五三十八月是不是 韩战 庭战料的下一个月 要是什么 美国有要做 什么原因 有一个八卦 送美龄的关系 你们自己去看 我没说 美国有要弄 但是 八月有要弄 但是送美龄 那个时候 应该是很厉害的 好来 台湾中国民政府的开发工业银行 因为我刚才说的 开发工业是不是借由合并万态 表情是什么 中国的金融业要协助台湾人民的经济战后重建的任务 结束了 所以 以工业银行的执照缴回去 变成一般的商业银行的营业执照 中国人的任务结束了 好来 你看 他最主要是他讲的这句话 台湾的工业银行历史将有机会再新任 台湾工营副董事长洛宜君 我现在会跟你说他还有一个什么行为 完成 为什么 为什么有特别的 为什么要完成 整标是什么 台湾的第一位也要跟着正常话 到时候 连多久 你给他验证说 我说的话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因为你知道吗 台湾借由金融合并了 原先很多工业银行 其实都借由合并以后 都转型合并成金融控股公司了 只剩一下工业银行这一家 这有没有 十几年前的沙漠风暴鲍威尔有没有 美国国务卿有说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想有国家主权 我希望跟你说 包围鲍威尔有跟谁去想 有没有 一 洛宇军 离空一三年 艾森豪奖金的得主 艾森豪奖金 不是和平奖 不是马英九的和平奖 艾森豪的和平奖得主 为什么 因为其实二次大战 台湾亚洲地区的问题 其实还没有解决 但是二次大战的盟军已经解散了 他需要有一个特殊机构继续执行 二次大战地区 亚洲地区残留的任务 艾森豪奖金学会 他现在丢到2013年 那年包围鲍港坐在他旁边 再来 肥咖条款你有听过吗 肥咖条款 针对双重国籍 美国要磕睡 有听过吗 肥咖条款要干嘛你知道吗 肥咖条款譬如说 因为美国本身容忍双重国籍 好 然后很多 很多人利用这个 玩了一招 大部分是中国人 在台湾的中国人 他怎么玩 你帮我扣洗的时候 他拿着美国绿卡 你中华民国要帮我扣洗 我就把祖珊带去美国 把中华民国的管理当局说 我是美国人 所以你靠不到我的资金 对吧 好了 美国要抓我的资金 他把祖珊带回来台湾说 不好意思我是中华民国 中国人 这样 你自己想 如果真的为台湾关系法 开始你自己想 三四十年了 他这样想多少钱 他这样想多少钱 你自己想 美国的资金很重 差不多四十 但是现在这个肥肥腔就出来了 台湾的金融业 在中国 在美国 你如果没造成申报 有双重国 或者是 你是美国人 金融业如果没有申报 金融业在美国的营业额 30%要赔 只要抓到就赔30% 营业额哦 在美国的营业额 如果抓到 你如果生报不实 你把他抓到 你就要败30% 还有哦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 美国跟台湾当局签 跟美国签 跟中国签 这会造成一个结果 他要把 有所在 美中台三地的中国人 不管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 或者是哦 因为美国龙人双双国 也就是他可能会有 美国籍或是中华民国国籍 或是美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对不对 他要用这样 把那些中国人拼出来 叫他们选变战 啊尽量把他们订掉 大家这样啦 不用太小心啦 三方夹集之下 那些玩那种 所谓操作游戏的中国人 会去拼出来 他们就会被迫要选择国籍 没有逃漏税的空间 因为中国人也要对付这些人 为什么 他们间接的促成 中华民国继续在台湾 对不对 要划拔鱼 再来 因为那个肥咖条馆 美国会有弄一个什么叫做 肥咖免扣吗 叫什么GiIM 你把那个GiIM 动作 你们新闻 新闻前后面那个荷玉 你把这样形成 美国用这个 金融机构有申请这个GiIM 自中华台北ECFA一种架构下 取得台湾金融业管辖权 我一开始不是说 金融业 旧新山和平条约第四条 资产处分权有吗 他藉由中华民国要走了以后 应用非卡条款 是不是取得台湾金融业管辖权啊 没有 两岸中国人合并 台湾的金融业管辖权 要让中国拿去 他藉由完成了 旧新山和平条约第四条 财产处分权或是支配权 赚了 所以不用怕钱会被挪过去了 有点类似国际政治监护人嘛 第四条有没有财产处分权 对吧 赚了 中华民国也没有了 再来台湾靠金融业串连经济成长 所以财团早就选边站了 即使标评上 要去中国做生意 虽然还说得更重 其实管辖权已经某种程度上 监理权已经在美国收立了 金融业取得ECFA的免扣码 我刚才给你们看免扣码 现在你们在听演讲 你们在申请身份证 你们的管辖权 其实是归习近平 严格来讲是归习近平管 旧金山和平条约英文嘛 这是台湾 你们的免扣码 就是你们有身份证 背后的那个号码 台湾民政府架构下 台湾政府身份证是 脱离ECFA 一种架构 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 身份证 这就是我去美国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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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为美国的 类似金融管理委员会下载 有像美国登记什么 GIM免扣码的 你看红色的 这个GIM免扣码 你把这边动作都是 你的申请身份证的 身份证之号 你看这个Sino Sino是哪一间 Sino就是永丰金 永丰金控 连赠的 连赠大股党的 这间黄色的Mega 照封 照封金控 照封知道吗 装大股的 台中 台中 台新 台信有没有 T-A-I-S-H-I-N台新 台中 都是它的金控金融机构 的 新光 中华开发 远东集团 元东集团 国泰 第一金控 辅邦 中国信托 玉山 日盛 还有台湾工业银行 台湾金控 我只列举这几间 这就是我脱离 EGFA 避免被习近平管辖的 因为国际上 因为国际上 他只认证明 你的身份证 上头 你们拿的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证明你们就是中国人 对不 外国人跟你讲 你真的是中国人 你没有真正的证件 证明你是吗 虽然说 理论上你们是 但是因为你们没心穿 所以国际上 因为你们没心穿的 你们是中国人 这就是 你用这个比例 这就是我的免库吗 大概是这样 中国人要怎么跟你说 228 这是仿校在基隆外海 码头的时候 穿车 我会记得我有一本书 但是没了 用铁丝 把那些 台湾人控它的 不管是什么外形控它的 用铁丝 好像串肉杖这样 整盆这样两个 两个十几个 然后用车抬下去 这抬下去是什么 整盆都掉下去了 对吧 然后人家就是 我的那本没了 中国人就是这样 对啊 你不知道 就是这样 然后人家就开始在转 很多人因为生外 你要跟中国人结婚 这后面很麻烦 这是我的发生日 我辛苦的事情 我那个董事 他自己爸爸 你看 他让我看 他穿日本军服 他爸爸黑白 原来因为 算公课 国民党吃饭的 原来 当我说他是中国人 你会好笑吗 会好笑 穿军服 表现什么 打过二次大战 打过二次大战嘛 结果他说他是中国人 你看台湾人 把水脑水到这个地步 好笑 他说是中国人 他说是中国人 做的 中国人 跟你们说 我们的领土真正的范围 金馬獎知道嗎 不是有什麼 每年一年一度的金馬獎 表記什麼 他們的領土實際管轄範圍 只是金門馬祖 托管地只是台灣跟澎湖 金馬獎 你會記得嗎 今年好像不是金馬獎五十年 他不是叫一些中國人演員來來歐演 什麼張子儀那些人 金馬獎 要走了 這我身上舊的 郭伯學新竹郡的郡守 如果有身上舊的卡定位給他 那是沒有現在連絡 ECFA結束內戰 一個中國原則 藉由經濟合併完成一個中國的整合 你把它當成兩家股票發行的公司 合併了 所以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的就是中國人 你知道嗎 下面所屬的行政單位管轄一選 余力歸中國管 維基百科很好用 流氓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你相信我的重點兩岸中國的憲法 國籍是屬人主義 我剛才有說柯震東有沒有 他們的憲法就是 你若是中國人 你的兄弟如果沒有經過正常的宣誓 永遠就是中國人 所以所謂你們說的外生人 其實他們就是中國人 你知道嗎 法律上就是這樣認定 你沒辦法改 不是說我們這樣給他欺負 如果不能說人多生人 他們就是中國人 不管你叫他是中華民國的中國人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 對全世界國家來講 他們就是中國人 我們如果不能說他多生人 我們如果說他多生人 我們不能說他多生人 我們台灣是他們的中國人的一生 我們就會落入他們的漩渦裡面 電影在玩 所以叫你們不要選擇 就是這個原因 來澎湾的南 台灣新竹 新竹州 日本時代地方制度的 一種州 我們新的州 這個王小坡 他用課綱 教育課綱下載 中華台北主城市 他說什麼 228台2萬人小Case 我現在我想要給你看 他的新聞到底是什麼人 中國江西 中華民國憲兵 你看大部分都跟軍林有關的 對不對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國人 這不用說 所以他的講法 會不符合一般真正台灣人的想法 這是正常的 因為他心裡根本就不認為他自己是台灣人 他認為你們是我們 他認為我們是應該被他們殖民的 被他們當成像狗一樣的 所以 現在再說到那裡 跟中國人結婚的真的到時候會很麻煩 隨人有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很麻煩 因為握有領土權的美國 是決定最後一切的 來 有一個作家小野你知道嗎 小野 來喔 他在那個時候 學運的時候 318學運的時候 你看喔 你看喔 我念給你們聽就好了 小野強調台灣走到這個地步 不是階級藍綠省級鬥爭 而是成民跟公民的競爭 應該 秘書長有說 我們跟日本統領是成民天皇的關係 對不對 他為什麼挑戰 要這樣說成民跟公民 他怎麼說權貴跟一般老百姓 來 我現在給你看他的新聞是什麼 小野 主持安徽省 你們去Google圍綠奇百科抓 中國人就是這樣 所以我都拿正義跟你們吐槽 這像賴信源對不對 賴信源是福建人 這圍綠在哪裡喔 福建祖籍福建平和線 中國人 你如果知道誰的言論 政治上 新聞上誰的言論有問題 你們去抓 有些抓得到資料 有些抓不到資料 中國人 所以要說的符合中國人的話 所以你們去參加 中華民國體制下的選舉 證明什麼 你要當中國人嘛 對不對 因為你用行動向全世界說 我要參加中華民國體制的選舉 所以全世界會認為說 你就是中國人 所以你才 我問你 屠博流亡政府在印度達蘭沙拉的選舉 我問你印度人會不會去參與選舉 那你們為什麼要參與選舉 尤其是現在已經那麼明顯了 對吧 來 七月七合前戲 七戶 七戶 七戶誰知道 好不算嗎 他那個時候唱 起來 不願 這是什麼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勇士盡情取 你看 人要做中國人 你明明就是台灣人 要在他們的體制算 你不是 你要做中國人嘛 對不對 你們一直要堅定 因為我們之前 很多人意志不堅定的 自己就走出去 撞不住了 我已經算老資格了 我第四季的初級班 再來 大家離到這天 那天 郝龍斌去釣魚台 中國有一個釣魚台賓館 說台灣是被祖國丟棄的孤兒 那個框框是我家住的 其實是國際 國際法定隔浪 我那個時候有說 那個時候台灣是殖民地 殖民地可以隔浪 是按照國際法隔浪的 所以你們知道 你知道嗎 英中國人說話 你會討厭 未見消息 全宇宙的生命 應該沒有人比他過 來 這個 你自己看看 學校一下 你們看看 我沒話說 這張給你們看看 這有段不下 因為這 度有時候就要介紹 記事局在看說 你不是要反共 你們現在怎麼都 整個都去中國了 對不對 電視台是台灣人 在退役反共 在退役反共 這不是很差別嗎 來 這個 就是你們的防毒軟體 你們本身 內部的防毒軟體 意識不堅定的人 人家說不聽 幾坎哭哭走的 這就是你們的防毒軟體 你們絕對要看 沒有看 你們去給你出去 我沒辦法 你們來上課 就沒意義囉 尤其現在已經很明顯了 有沒有 17號到23號 那美國人來演講什麼有的 沒有已經很明顯了 你們這樣說 去給你去 抱歉 沒辦法 沒辦法求你了 來 這海科都有 有看過的 應該有看過吧 拿中華民國國民新聞 前去給你洗腦的 不管是台灣人 中國人 都是複製的 思考模式都是複製的 說一句話 說一句話比較難聽的 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 人說什麼就說什麼 這種 還沒申請的 你的思考模式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中國人的模式 在法理世界裡面 我們無縫 我們暢行無阻 為什麼 我們講的是全世界 認知的一種法律 所以沒有人可以說 我們是錯的 如果沒有 離婚康南尼 秘書長走下去 用殲滅 哪有可憐 換到現在 來 並且刀槍不入 對吧 換到現在 已經是正面了 以法理看透 流亡政府 林與一 的結構 那一本新台灣人 就是你們看透 中國人的秘籍 你看 讓本土台灣人 自中華台北製造的培養潮 頭部插一個 給你們水腦 腦袋裡面 都是灌輸你們 中華民國是個什麼優良 什麼種族 什麼的 海科任務 就是在伴給我們台灣人看的 來 六月二九 今年6月29號 ECFA簽署週年 那個禮拜 希拉蕊接受商業週刊 抉擇 我和張志勳來訪問 有沒有 那個禮拜 來喔 經濟週刊 商業週刊 創辦人 我要跟他 我要說之前 我以前要介紹 商業週刊的創辦人 一個金唯淳 一個合肥棚 兩個都是中國人 所以他們下的 他們思考的模式 都是什麼的 從中國人的角度 來思考 兩岸的事情 你知道嗎 所以你如果去看他們的 自然而然你的頭上 會去用水腦 你們就會以中國人 在台灣的中國人的模式 來思考你們 跟中國人的關係 因為這樣幫你水腦 雖然你不是中國人 但是他把你洗腦 你用中國人的模式 來思考跟中國人之間的關係 進行的中國人 這我都為網路抓下來 何飛鵬 南京有名的富豪 銀刀 金唯城 高雄眷村 另外說金唯城 這都是網路的 我抓下來 來 6月7號到6月8號 這兩個不是在那個 會面 在那幾年 在那天 在他們會面 前後幾天 發生一個事情 這個 Snowden 有沒有 一邊說 你還有一個監控醜聞 沒那麼多好 這在做什麼 這在警告什麼 警告我們台灣 心有惡心的人 我有辦法監控 所有的東西 但是 美國官方絕對不承認 為什麼 他承認 這對美國來講 美國官方是個醜聞 他就這個Snowden 把事情抖出來 台灣想要到 台灣裡面 不管台灣人 還是中國人 要到中國頭來暗去 表示什麼 強頂在那邊 美國不相信 就算我這樣問 美國不相信 這個是美國可以 這個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透露出來 它的監聽方法 這表示什麼 不管是你們心有惡心 或者是我 本身心有惡心 美國都會監控 所以你們加力 就不要太多 那不然美軍 正是你賣 雖然可能不會自己怎樣 因為我不是美軍 但是你自己想 美軍為了他的亞洲地區 重返亞洲 他會做什麼事情 你們應該可以理解 來 內府那個AIT有沒有 其實就是美國的亞洲指揮中心 大概有十個足球場大 世界倍足球場大 大概有十個 所以你想 如果真的是一個領事館 還是大賽館 要十個足球場大嗎 不用嘛 斑斑簽證什麼的嘛 對不對 十個足球場大 聽說裡面 只有幾百名 海流在裡面 你們如果有去 去這百貨公司 還是車站 你們如果有看到一些 漢照得好的 李平台的阿肚 他大概一百七十公分到一百倍 那就是海流 高雄美國學校 台中美國學校 台北美國學校 不是在擴建 你們自己去上網 台北美國學校 還是台中美國學校 高雄美國學校 台北學校 其實就是在跟台灣人說 聯合國志願意願合法性 你們趕快選邊站 你們趕快選邊站 歐巴馬 不方便說 西拉瑞說 很現實的 美國雖然不成人 監控絕對是基本配備 軍事佔領 握有領土全力的美國 為了要重返亞洲 你們自己摸著自己的心想 監聽是不是必然的 美國絕對不會承認 為了他的安全 再加上台灣人裡面 很多人要利用台灣當籌碼 跟美國做交換條件 跟中國當交換條件 取得在中國的利益 對吧 利用爛法拔勒 譬如說 聯戰最明顯 對吧 所以監控 這絕對的 這不用說 但是美國官方絕對不會承認 越多中國人在台灣 台灣越安全 你們知道什麼的原因嗎 有人知道嗎 對大概是這樣 美國會投注越多的監控資源在台灣 所以台灣反而會越安全 現在的亂象有沒有 什麼警察有沒有 去用台路 什麼情殺案 現在銷有不 不好意思 我這樣說不對 不好意思 那個 你不知道有聽 美書長說過嗎 我們七家有 過一個台灣秩序維護法 有聽過嗎 這個就是到時候我們要上線 準備要對付那一種不聽話的 社會秩序維護法 其實就是所謂戒嚴法 因為軍事佔領嘛 軍事佔領嘛 就是戒嚴嘛 但是不可能參加中國人 兩種刑罰 兩種刑罰 鞭刑跟死刑 為什麼 你犯罪 你要再開小金 市佔領 如果你在賣 用市佔領 讓我們的生活更好 不是更好嗎 所以用死刑跟鞭刑 鞭刑 鞭刑那個 你自己去看新加坡有沒有 聽說出一個 那兩三個月 看法官怎麼判的 那不然犯罪太多 但是又沒有判死刑 腳身好就來順 腳身好就來順 整年那趟天順到你 要不要叫我 那就幫你順 還要叫你自己回去 國務塞 對不對 這樣順著就怕了 鞭刀 你如果會給我看新聞 現在是不是新聞開始 把一些鞭刀的地 開始在鞭出來 對吧 社會秩序維護法 大家去聯想 我不要說太清楚 美軍要禮拜 當然是方便管理 所以這些鞭刀的名文 你自己去想 美軍為了管理方便 跟中華民國做軍事部隊 一方的交接 對他來講 對美國來講 移交的清澈越乾淨 美國是不是管理起來 越方便 這樣你知道鞭刀的名文 你知道嗎 來 這六月份的時候 李國在花蓮外海演習 其實這篇抗議聲明 中國在 已經五百年 跟他的四合已經說了 但是因為六月份 李國在花蓮外海聲明 一個重新發表聲明一次 最重要的是在這裡 這裡 倒數第四 台灣的澎湖地區 現在仍然被美國非法武力侵佔 沒有沒有非法啦 武力侵佔 這是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 完整跟主權的非法行為 他用這樣 其實是在另類承認 我承認二次大戰的問題 台灣是你的佔領地 面子問題 面子問題 這剛才那邊商業週刊 我只接入一個重點 有沒有那個西拉內 那個商品有沒有 最主要裡面的重點 不管多少 只有這樣而已 我希望這段訪問 不只說給台灣人聽 也能夠說給全世界的華人聽 怎樣 最後的警告啊 別再玩啊 最後的警告 別再玩啊 因為商業週刊 全球的華人看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藉由商業週刊 警告兩岸的中國人 六月份的訪談的啊 你再看從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 對不對 順理成章 演講什麼有的沒有的 這裡面黃色這片的內容 你先不要看 這很親的 這個誰你知道嗎 這個 你如果不要看上頭 這個誰 前副對不對 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長 對吧 好來 我下出來你們看到 有一個好生的 前國委 現在是摩根大通的台灣區總裁 來 有生啦 有 後面有摩根大通 別說我騙你 他老爸 好來 希望我會跟你說 我有什麼 要把這幾片把它看出來 這個 是摩根大通美國的總裁 來 Jame Diamond 我有什麼講到他 很簡單的喔 因為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還是十三年前 不是 英美聯軍攻打伊拉克 對吧 有印象嗎 英美聯軍拍伊拉克 那個時候 伊拉克白費待機 金融業什麼的 運作架構不清 所以 那個時候 伊拉克的行政長官 保羅 布雷默 保羅布雷默 提議 成立一家銀行 替伊拉克成立一家 叫伊拉克貿易銀行 然後他們要弄一個 管 誰是伊拉克貿易銀行的管理者 結果 摩根大通 結合一些 歐美日相關 就是跟美國管理得好的 聯合起來 結果得標了 他們的集團取得伊拉克貿易銀行的代理權 因為戰爭狀態下很多事情不方便 所以他取得代理權是不是意味著 這一家金融業 在伊拉克幾乎是歐趴的 做什麼事都是 有沒有 不用接受管制的 軍事嘛 軍事管理 所以你自己看 這樣日存多少 這樣日存多少 伊拉克貿易銀行 你可以想到 我剛才說的 1959年的 中華開發信託 黨營事業有沒有 你這樣類比 政治沒有什麼對錯 就是利益而已 我跟他 下一頁 來 馬英雄的今天菜 蔡佩蘭有沒有 我有下 他在香港 摩根大通 一樣摩根大通 中國人 不要 都摩根大通 銀行業一定多多少少 因為美國人有一個要做生意 都是用高貴全幹的子弟 進去 讓他打通關節做一些事情 來 大家分 他在打下的時候 這個摩根大通 跟他說金融診病 我剛才一開始 我不是要他說 六月份下半年以後 很多金融業 國外 什麼打亞洲盃 打世界盃 他就是來幹嘛 下命令 我會跟你講 為什麼他下命令 因為這是我研究的結果 來 這個前國威 這個摩根大通 那間 這是他媽 他叫什麼 我不知道 這個金管會的真民宗 對嗎 最佳榜這個 國安會副秘書長劉大年 金普聰會腳 會腳的第一號人物 傻味 只不過是一個金融業的東西 要跟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這是我的看法 他們中國人要轉進 中國有一個推背圖 什麼 若縫木子冰霜飯 生我止喉死我掉 你有聽過嗎 若縫木子冰霜飯 你把他當作 這是我比較八卦 李政會跟淡水餅 冰霜飯 水扁掉 生我止喉死我掉 創建中華民國的 是九三啊 會毀在雕 英 鳥 美國 美國的國威 或是象征是不是老英 鳥 英鳥 這個是有點那個 你看看 你對照現在到九月份 十七號到二十三號 你自己去對照一下 很多事情冥冥之中 似乎是有一個巧合 創建中華要快 星期一 蘋果日報 我是不知道 他是有挑戰給我回應嗎 他也說摩根大通 這間黨署長的事情 不知道我今天 公公的拜日會再給我開嗎 請就好 來 這是戰爭史回國給戰爭史第一步 來 台灣民政府 在取代台灣美國軍政府 轉型成最終地位的台灣政府 你要注意看喔 看紅色的就好了 民政府 我說的都是金融版的 金融版的 台灣民政府 跟台灣美國軍政府 跟台灣政府 你從金融版的 金融月切進去 好 這九月十七 有沒有 台北世貿 Scut block 這個 你們講 Scut block 十七號 十九號 這個是愛生豪獎金 愛生豪 二次大戰的盟軍統帥 一隻雜包孫 他頒獎 應該不是他啦 但是 他的集團的愛生豪和平獎 頒發在十九號 頒獎給他 等於是另類的解除 中華台北的軍事武裝 解除了以後 他們就還原成什麼 滯留在台灣的中國武裝難民 也就是所謂金融伊斯蘭國 恐怖分子 美國國務院 對恐怖分子的定義 一 不是國家 二 擁有武器 三 非法徵兵 他用愛生豪和平獎 解除武裝了以後 是不是終止 我跟你 之間一般命令第一號的關係了 那是還原成武裝 武裝 非法武裝部隊 跟伊斯蘭國一樣 美國要用這樣切割與他的關係 因為 將來如果有到軍事法庭的時候 美國可以切斷跟 中華民國228白色恐怖 有沒有 連帶的司法關係 這是我的看法 好來 我剛才說的台灣民政府 在取代 美國軍政府要轉型成台灣政府 有沒有 剛剛那一篇有沒有 信託統治 國民黨前立委李季朱 台灣軍控 第四條財產處分權 這兩個人 都是愛生豪獎金的得主 愛生豪獎金的得主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他所掌控的 我先講他 台灣軍控 他有一個獨立的金融法源依據 法律 是大日本帝國架構 因為台灣金控是日本 台灣金控的前身 是日本從基隆 1895年從基隆上來 優先在台灣成立的金融機構 他的規則 或者是他的怎麼講 他的金融架構 是大日本帝國的架構 好我剛才說 台灣民政府在取代軍政府 為什麼 你現在對照剛剛那個六月份 他不是來訪問馬英九嗎 其實是在跟馬英九下令 要金融改革 讓信託制 要不然長大人 會變成非信託制 非信託制的就是長大人 出國 併購 打亞洲杯國際杯 這三個 你們到時候再看看 這三家金融機構 尤其是這兩家 到時候 因為你看 信託制 小孩 非信託制 要長大人 你們到後續觀察這兩家金融業的看法 我剛才說的就是要做什麼 回到戰後歷史法律架構原點 台灣民政府 大日本架構下的台灣金工 我說的是用金融業的角度 受天皇信託 將明治憲法下架構的資產 台灣銀行 轉型移交給大日本架構下 海外基本法自治區 台灣政府非信託制 也就是所謂另類的自治 自己觀自己 使台灣金控的架構 與台灣基本法同步 也就是大日本帝國的架構 要回到跟台灣基本法一樣 這我研究很久了 才得最近這一兩個月才得出來的結論 好來 歷史還要搞 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日本的對馬海峽海戰很差別 海戰剛好一對馬 馬英九和歐巴馬 這個你們看過就好了 洪中秋 這要為危機抓下來 你看搞給八河 七個四河 這都有 有可能家裡現在去用水條 古年搞給八河 舊金山和平條約 凌晨 日本取得2020奧運 這都有 這標誌是什麼 全世界其實都知道 但是都用這種東西在暗示 不要跟你說 你看 首相 我要講得快 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這個Daniel Russell 美國對台灣自治 好來喔 這裡 歐東路密 AIT在台協會 在免 AIT在台協會 內湖金湖路 在台協會 你看 免稅領域 有一間商店免稅 所以我們緊問的 叫做金門什麼商店 它的店名很特別 叫做什麼店名 然後後面加金湖廣場 跟AIT金湖路 是不是有義渠同工之廟 加 金湖廣場有沒有 還有金門 還有免稅廣場的旁邊 金湖大飯店 支持台灣當局 在金門馬祖自治的一個證據 這就是二二八白色恐怖 中國人對台灣人的 中華民國早就結束了 他要回來了 這在中華的 遠征軍緬甸 我可以再加五分鐘嗎 今天聽得很精彩 台灣當局遠征軍 在中華的 為什麼要把它回來了 標示什麼 他們跟習近平說好了 這背後 他在緬甸 正說是中國的後花源 對吧 所以他要先為中華民國 暫時二四大戰的遠征軍 先移臨回來 到時候要整天打包回中國 這絕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 對吧 因為緬甸在中國的屁股後面 所以一定要到 好 這標示是什麼 兩岸中國人講好了 福建平潭 就是他們中國人的難民集中營 中華民國國籍的難民集中營 未來 這我的同學 這請教我的同學 他現在在福建平潭 做福建平潭醫院的副院長 跟我同年 四十四歲 跟我一樣 這個 他有參選新竹市議員 你看 今年二月 系統全台大黨籍有沒有 你們應該有印象 親民黨縫定國 兩岸成雲端中心 你們的資料已經刷到福建平潭了 你知道嗎 你們的資料已經刷到福建平潭了 但是你們的身份證可以隔離了 那些拿中華民國國國民新聞前的 刷到福建平潭了 你們稍微看一下 要在福建設雲端中心 什麼有的沒有 他們把中國人的資料 你們所說的外城的資料 比較適合的說 已經刷掉了 他們告訴你 只要人家家就好了 新福建系統 轉包中國網路公司 看得出來 有明顯 為什麼要包給他 他們就是中國人 中國人的業務 保護中國人 剛好而已 對吧 這樣說有緊 今天很了解 最近在爛的事情 你們自己看 是福建系統 跟中華民國的葉克模 有嗎 好 你們自己想 你的選舉的可能性 美國是否會承認 跟那個當機 移籍到平潭島的 那些中國人的身份 這個你們去思考 來啊 總統府 參謀本部組織條例 國防部 什麼都廢除啊 不要說我跟你們騙 外交 領事 廢止 總統主導 國防和外交 對吧 兩個都廢除了 他不是在練奎花寶典 慾戀神功 慾戀神功 慾戀一鐘 揮刀志功 對吧 對吧 已經跟市民說了 我全身腹都躺了了 等你來 來 因為這個 李季主 有愛勝豪獎金 所以你自己看 好 他得主 對不 二戰盟軍解散 國防部長 有一個 李季主委 其實某種程度 我在懷疑 這一定有 但沒有智慧隊的前身啊 智慧隊的意涵在內啊 好了 我跟你講 有現在問題變成朋友 兩分鐘就好了 兩分鐘就好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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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可能 可能會有拘留症啊 不過那個是中華民國的事情 基本上可能會有臨時拘留症 可能會有拘留症啊 不過那個問題很麻煩 因為我有講過 會 美國認為會影響到他權益的 他擁有最終的決定的權利 對吧 所以變成說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緩台灣公民權利法 最終的決定權利是美國的收理 還有誰有什麼問題 還有誰有什麼問題 來 因為現在已經有人拿台灣民政府的身分證 去辦車票了 已經有了 因為我們去參拜靖國神社 有沒有 中國就沒有在抗議了 表現什麼 他心裡已經默認了 只是他現在要怎麼摸 他看怎麼摸到摸得過 他已經承認只是 他要一個怎麼樣的下台階了 來 還有誰有問題 我剛剛講的金融機構已經那個了嗎 基本的權益會收到保障 但是 有辦身分證的應該才有吧 你中國人 老實講 擁有領土管轄權的美國 你認為他會介入中國人的事情嗎 對 對的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 因為對美國來講 他看到身分證 你歸我管轄 我跟你才有權利義務的關係 就這樣 這個喔 四萬歸一塊喔 我只知道未來人民 新台幣會消失就對了 但是用什麼樣的方式消失 我不清楚 對 因為新台幣 我跟你講福建平台已經全面開放 讓新台幣在那邊流通了 新台幣 中華人民共和國 已經全面讓他們在福建平台 全面全面使用 對 這已經是有點前置座 一定要把錢洗成人民幣了 好不好 今天就這樣 我先結束 私底下的問題 我們再討論 就這樣 沒有 我先在這邊台上的結束了 我們私底下再講 就這樣 OK 請大家以樂樂掌聲 謝謝 請大家稍坐一下 等一下要宣佈 那個分組討論的地點 請稍坐一下